两人确实因为伤病无法参赞,不过我觉得,以这套阵容打亚运会的比赛足够了。 据悉,18号凌晨抵达雅加达后,中国女排拳队放下行李后,马不停蹄地就赶往训练馆进行训练,而郎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也首度透露了张长宁和杨芳去退赛的原因。 郎导说,他们俩退赛,我们是经过多方研究讨论的,经过专家组合对一的综合意见,我们做出了,他们两个缺席亚运会的比赛。 郎导的话言简易改,我觉得两个球员,之所以退出亚运会的比赛,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伤病无法参加比赛,而不是外界传出的很多传闻。 而据悉,原本张长宁和杨芳旭,郎导当初确实非常想带他们去雅加达的,但后来专家组给了意见,如果还想打世锦赛的话,只能让他们休养,而不能冒风险参加。 毕竟今年中国女排的重中之重就是日本世锦赛,而相比较而言,亚运会无论从韩金两,还是对手的实力来看的话,都要比世锦赛低上两个档次。 所以,做出这样的决定,仔细想想,也在情理之中,况且两人中,真正能打主力的也就是张长宁,他的伤病我想对于中国女排的意义重大,而杨芳旭现在也基本是个边缘国手,在接应位置上,缺不缺少他其实问题并不大。 所以,我觉得以这套阵容打日韩,其实已经相当可以了,今年女排总决赛,争夺继军的比赛中,我们就是基本以这套阵容。 三,林横扫巴西女排的,韩国和日本,总不可能比巴西强吧,当然,我觉得目前我们还得摆正心态,拼对手不能盲目大意,只要足够重视对手,拿下这个亚运会的冠军,我觉得问题不大。 三,林横扫巴西女排的冠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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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,林阪扫巴西女排的冠军 三年 robbed他,来说西商之一 双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